殿下,后除尽了小贼 魏英一愣,抬眼看过去对视上蓝战的眼睛 是一双像狼一样的眼,被盯着石惠从心底涌上一股寒意 他几乎瞬间就想到,在几年后蓝战逃回蓝国 夺得蓝国政权后便是为国覆灭之时 在接下来便是看不见光的日子 他逃不掉,仍有蓝战活下去,他逃不掉的 还不如趁现在人还在弱势时杀了 那一刻,魏英的心疯狂跳动 他想杀了蓝战的念头强盛 可是杀一国质子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魏国如今实力大不如前 而蓝国养兵蓄锐已久 万一让他们知道蓝战死在这,还是他的手上 便能名正言顺地侵略魏国 魏英是不会让这件事发生的 但是杀了蓝战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怎么也削不下去 他眯了眯眼,居高临下的俯视狼狈不堪的蓝战 仗则四十 压着蓝战的人似乎没料到平时清和的太子殿下 竟然真的会惩罚人 愣了好一会儿才应过来道 是 蓝战被抬起来拖到空地上 他还是没有什么表情 就那么静静望着魏英 棍棒一下一下打在皮肉上 鲜血渗透衣服冒出来 蓝战一声不肯地接下眉一棍 只是在魏英看不见的角度 棍子没落下一次 他的眸色就阴影一分 最后一棍落下 蓝战已经浑身是血 殿下 现在要如何处理 从哪里来的 就丢到哪里去 这 侍卫有些为难了 殿下 这位是蓝国送来的质子 侍卫以为魏英没有认出这人的身份 倒不是说质子有什么 而是蓝战的住所早被毁了 他在这偌大的皇宫之内 没有容身之处 侍卫也不知道 要将人扔去哪 魏英故作疑惑 他走过去 仔细瞧了蓝战几眼 似乎觉得这人身上脏污不堪 伸手挥了挥自己的鼻下的空气 原来是蓝国的七皇子 是本店看走眼 七皇子怎么不说明身份 不然也不会吃这顿打 魏英语气似关心 可那脸上都是嫌弃的表情 所有人都没觉得魏英不对 毕竟蓝战在这 就跟老鼠过街没什么两样 谁不高兴了都能上去踢两脚 蓝战看着他装模作样的模样 心中冷笑 又有一股无法言说的怒气 不是那种想将人碎尸万段的怒 而是怒着人对自己冷淡的模样 他想看着人堕落的神情 想将人拉下神坛 看他破碎哭泣 那样肯定会特别特别的美 只要想一想 蓝战就浑身血液沸腾 流出的血也热起来 只是这人和传闻中的差别还真是大 从接触的这几次看来 蓝战没感觉到他的一点点好 他对自己从来都是坏的情绪 害怕 慌乱 恨意 杀意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蓝战直视上魏英那漂亮的眉眼 回答他的问题 殿下没给我机会 魏英眉眼又冷了几分 整个人看上去更加凌冽 给他备个客房 让御医过来看看 殿下 这 魏英一个眼神扫过去 那名侍卫立马住了嘴 魏英转身离开 脸彻底黑沉下来 唇半死死抿着 其实他并非真想将蓝战留下来 可是放任他在外面 可能会对自己更加不利 还不如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管着 阻断他的后路 还能找到机会 将人扼杀在摇篮里 现在还没想到一个让蓝战死的理由 还不能够轻举妄动 太子之位 他坐得并不安稳 皇帝对他的冷淡魏英都能察觉到 如今最重要的是母妃 母妃的并不能拖下去 要尽快寻衣救治 蓝战看着魏英离开的背影 弯了弯唇 这一顿打没算白矮 小殿下我们来日方长 魏英给蓝战安排的是一个很偏远的厢房 窄窄小小的 一张床占据了大片的地方 一个人住着还好 两个人同时在里面就有些拥挤了 屋里的药味很大 气味枪鼻 他过来的时候蓝战正坐在床上 艰难地给自己上药 听到动静后 他抬眸 殿下 嗯 魏英站在和他很远的位置 单独面对蓝战时 他心里还是打鼓 掌心不断冒汗 一时半会 还真无法真正摆脱 蓝战放下手中的药膏 他赤裸着上身 殿下害怕我 魏英离他实在太远了 太戒备可不好 意料之中的 魏英脸上染了淡淡怒意 可笑 本殿还不至于叛逆 那殿下是想杀我 蓝战盯着魏英紧紧握着的拳头 魏英眼底微微震惊 他确实有着想法 还在袖口里藏了利剑 可是 他也不会真的承认 这种事 大家心知肚明就好 质子殿下 我要是想杀你 何必多次一举 蓝战不言语 伤了你 并非有意而为 魏英继续道 他想将人稳定下来 让他好控制些 殿下认得我 蓝战却一语道破 魏英脸色很难看 蓝战轻笑 他站起来 一步步朝魏英逼近 殿下第一眼见到我 就知道我是谁 对吗 魏英心率飞快 面色冷凝 脚步在后退 殿下 我说得对吗 蓝战脚步慢悠悠的 蓝望鸡 蓝望鸡 魏英嗓音有些颤抖 不免有丝淡淡的哭腔 他握紧了袖口是匕首 如果蓝战有任何不好的举动 就休要怪他心狠了 只是还没等蓝战靠近 外面忽然响起一阵喧哗 魏英心里咯噔一下 抬头也对上蓝战微醋的眉 外面走水了 还是他的寝室 现如今东宫乱成一锅粥 魏英现在才想起上一世 也同样发生了这件事 只可惜他没有现在好运 他在火场中央 被滔天的伙事给熏了过去 本以为难逃一劫 可醒来却是被救了 还不知道是谁在暗中帮他 将他送到了母妃宫前 魏英此时也顾不上蓝战 正想出去维持一下秩序 可他的手刚刚触碰到门 却被蓝战一把阻止住 蓝战的手掌很大 手骨分明 苍白且瘦 一条条青筋明显地凸起 将魏英的手完全包裹住 魏英拧眉 正想骂他 可蓝战整个赤裸的胸膛 贴上他的背 魏英整个人都僵硬住了 周身充斥着蓝战凌冽的气息 还有淡淡的药草味 不是前世帝王压迫性的檀香 而是有着青年人独特的清烈 这时魏英才深刻地明白 此时的蓝战还没有后世那么可怕 可蓝战的举动也让他不开心 面上都是厌恶的神情 正想骂出声 蓝战的手却先一步捂住了他的唇 那味道更加浓烈了 尤其是药味 魏英伸手去打蓝战 肩膀脖子 脸颊都被他打了几巴掌 蓝战却眉头都没有拧一下 不让魏英发出声音 还将屋内的烛火给熄灭了 昏暗的场景 让魏英想起不好的回忆 整个人被蓝战压着 不敢动弹 呼吸有些急促起来 蓝战发觉他的异样 压低嗓音在他耳边说 殿下可以呼吸的 我没堵着你的鼻子 魏英 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狠狠瞪蓝战一眼 正想张嘴咬下去 就发现蓝战揽着 他腰的手臂收紧 炽热的气息喷洒在他耳阔 嘘 别说话 而此时魏英也发现了窗外的人影 那些人包裹岩石 微弯着身子前进 手中无一例外都拿着利剑 魏英睁大了眼睛 满是不可置信 看来这一世有意外 但是也出现了蝴蝶效应 前世他被困惑中央 因此完全没有刺客这一回事 而现在 他没在寝室里 却出现了一群刺客 这些人明显就是奔着他去的 也就是说 前世那场火也并非意外 而是有人蓄意而为 会是谁 谁要害他 前世又是谁救了他 魏英的目光突然看向蓝战 透过微光能看见蓝战锋利的下颌线 他紧紧抿着唇绊 将自己紧紧抱在怀里 眼神警惕地注意外面的情况 魏英有些出神 似乎察觉到他的眼神 蓝战微低头 与他疑惑地谋对事上 殿下真可爱 魏英面色呆呆的 眼眸也是萌萌的状况 确实可爱 可这话 任何男子听了都不大开心 尤其魏英还知道 这人之后对自己的寄规 对于蓝战这种越界的话语 就更加不爽了 心里也立马否定蓝战就他的可能 怎么可能是蓝战 前世这个时候 他自身都难保 怎么可能冒火救自己 蓝战似乎也觉察自己的失离 他一开目光 还不想让魏英那么早发现他的心思的 这些人都是来杀殿下的 魏英面色也冷下来 不免想到之后母妃的病发 会不会也有阴谋的成分在里面 他一把拉下蓝战捂住他的手 蓝战觉得 他不会再剧烈反抗和大喊 引起外面刺客的注意后 便也顺从地放下手 我要出去 魏英压低声音 示意蓝战揽着他腰的手臂 这非常的不合规矩 魏英现在就想杀了这人 蓝战自是觉察到魏英一闪而过的杀意 可他非但没有松开 反而将人搂得更紧些 让魏英的后背整个贴着他的胸膛 现在不适合出去 放开我 魏英咬牙 不适地扭了扭身子 太热了 不太懂蓝战身子为什么那么热 闷得慌 殿下在怕什么 谁怕你 魏英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 整个人都炸起来 胸巴巴恶狠狠地看着蓝战 小脾气也喜欢 蓝战心里想着 他微微低头靠近魏英脸颊 魏英被他这个举动吓了一跳 以为蓝战要亲他脑袋向后躲 紧闭着眼睛 睫毛不住颤抖 黑暗中蓝战眼眸更加暗沉 他深深盯了魏英一瞬 移开目光 手掌拖住魏英的脑袋将人往自己胸口按去 扑鼻而来的药箱 还有淡淡的血腥气 魏英柔软的脸颊贴着蓝战的心口 似乎能听见那里跳动的心声 震耳欲聋的不知是不是他太紧张了 将自己的心跳错认成蓝战的 他下意识挣扎几下 被蓝战按得越紧 咻咻咻 冰冷的声音在上头响起 别动 空气中炸开飞刀破空的声响 原来那些人竟然往这里放暗器 他们不确定太子是否在这 应该也是知道这处地方是谁在住的 竟然连一个微弱的质子都不放过 也不知今天到底是谁连累了谁 是魏英吸引人过来的 却是因为这里住着蓝战 他们才敢放暗器试探 魏英气得有些发抖 还主要是蓝战的气息太过了 蓝战以为他害怕 放低了自己的声音 别怕 好